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新戏拍摄力度太大 日均12小时待机 巴黎时装周不惧成定局 内于一人随着纽约时装周 伦敦时装周和米兰时装周的落幕 如今终于迎来了巴黎时装周 因为有着香奈儿的存在 其品牌大使王一博会不会参加 就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王一博究竟去不去呢 网络众说纷纭 有人联系私生说 王一博签证下来的表示一定会去的 有人根据王一博大粉 没有丝毫在乎的态度认为王一博不去的 有人则是依旧王一博目前的工作量 来推测王一博一定不可能去到巴黎时装周的 如今参加巴黎时装周的艺人们已经陆续到场了 即使没去的艺人 其工作室 后援会也是在积极准备应援物 而王一博这里是风平浪静 看来他是一定不会参加了 其实从这段时间王一博在新剧《金色征途》 中的拍摄力度也能够知道 就算是王一博想去 导演也不可能放他离开 去到巴黎了 因为《金色征途》 这个剧组对于演员的保护极佳 不论是带拍还是私生都没有办法拍摄到王一博工作中的任何照片或视频 能够清楚王一博动向的只有在酒店门口津津夜夜拍摄王一博上下班的那群带拍 他们风雨无阻地每天在网上给粉丝们打卡王一博的上下班时间 也正是因为这 大家才知道王一博的拍戏时间有多长 自从王一博结束了《无名的宣传》以及露演之后 这一个多月来 王一博上下班时间都拉得特别长 一天拍戏12个小时是尝试 偶尔8个小时结束 最多的时候能达到15个小时 更是在2月的最后一周中 每天工作13个小时 这个拍摄力度在大家看来是很大的了 而根据去到剧组的群演所言 王一博拍戏并不好时 基本两遍就能过 那么王一博每天如此多的时间泡在剧组 只能是整个剧组都在加快进度 赶紧结束拍摄周期了 《金色征途》导演的下一部作品《北上》 预计是在4月份开机 那么《金色征途》的杀青时间也就剩下不到两个月了 而王一博这名主演还有4月28日要上映的《长空之王》 在这之前肯定是要进行宣传 上映后还要录演 那么王一博绝对是将自己的全部力气都用在塑造魏若来身上 根本没时间去巴黎时装周看秀了 一般电影的拍摄周期是三个月 即使它最终在大荧幕上呈现的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 更不用说动辄30集以上的电视剧了 《金色征途》是王一博字《风气洛阳》之后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 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拍摄电影 其无名 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一次回到电视剧圈 在自己与导演都有固定时间的形成要感之时 对于剧组拍摄肯定是尽全力配合的 作为一名演员 他只能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 日常在剧组待机 只有整个剧组都收工之后才回到休息的酒店 只能说 对于巴黎时装周 王一博不是不想去 不是不能去 而是没时间去啊 这一来一回一耽误 他得用每天工作20个小时 才能把自己的拍摄任务补回来 就算王一博想这么做 工作人员也不想每天工作那么久吧 还是安心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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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